哈囉,又來到老闆B,我測單元 今天我們來測試新奇食物A加B 蹦出新滋味,你吃過嗎? 我們現在來測試第一個都市傳說 荔枝加醬油會蹦出鮭魚生魚片的口感 今天的第二個都市傳說呢 是雪碧跟烏龍茶以1比1的比例 混加之後呢,會出現啤酒的味道 接下來第三個關於都市傳說是 雪碧加奶精球 以一罐雪碧呢,可以加2顆奶精球 然後今天這邊測試是 一半的雪碧加1顆奶精球 會出現可爾比斯的味道 好啦,接下來第四個都市傳說呢 就是統一漏造麵加鮮奶 會變成傳說中的豚骨拉麵 接下來第五個都市傳說呢 是鮪魚罐頭加鮮奶 它會變成法式濃湯 好啦,我們今天來驗證所謂的都市傳說 A加B等於C 然後就是會蹦出新滋味 就如你所見的你左手邊第一個 它是荔枝加某種東西 你試試看它的口感會像什麼 可以有筷子 它裡面有紫喔,所以請注意一下 要沾這個醬是嗎 要沾這個醬 有 然後旁邊有垃圾桶可以塗 紫 有紫要沾這個 好甜喔 就是傳說中A加B就是荔枝加醬 會吃起來有所謂的鮭魚生魚片的味道 你覺得你有吃到鮭魚在你嘴裡嗎 沒有 口感好像有點像 有一點像 可是就吃起來味道不像 不行,不一樣 夜市會賣那種十塊的鮭魚生魚片 就很難吃 好吧,那第二個 第二個 你可以品嘗一下它的味道 告訴我說它是拿兩種 東西混在一起的 它很像尿耶 你喝個 不是啦 我們現在也很怪 我們不是選人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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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那麼壞 這個還好 是什麼味道 雪碧 跟什麼 綠茶 蜂蜜 然後呢 氣泡水 喝起來就覺得像蜂蜜氣泡水 茶 茶 茶裡王 這三個 答案是烏龍茶加雪碧 可是它喝起來像 你說這個是烏龍茶加雪碧 對烏龍茶加雪碧 可是它喝起來是像 它喝起來其實是 那個 啤酒 蛤 沒有 完全沒有 連騙都騙不過 騙不過這個太牽強 OK 這不給過 第三個 好 但看起來有點噁心 上面這個粉末確定真的可以喝 Yeah 這個粉是什麼啊 牙膏嗎 不是 可爾比斯嗎 欸 答對了 它是雪碧加 那個 奶精球 這個滿像的 沒有啊 也沒有可爾比斯 沒有可爾比斯 就是雪碧 然後加一點泡沫 加一點不知道什麼渣 渣仔的 很像類似渣渣的東西 沒有欸 沒有 感覺烏魯的可爾比斯 OK 第四個是吃的食物沒有筷子 這是A加B等於 認真的還是偶突物 是嗎 是認真的 剛剛已經有人吃過 所以放心 它是安全無語 好 這很可怕欸 不一定要吃麵啊 可以喝湯 沒有偶突物欸 它的重點在湯頭 你可以幫我喝一下它的湯 確定這是湯 對 我覺得很好喝欸 是哪邊的湯 那個豚骨湯嗎 豚骨湯 就是豬肉那種 大骨 豬大骨 好 滾很久 感覺像 拉麵的湯加 肉燥麵 像拉麵嗎 對 就是統一肉燥麵 加鮮奶 喔 是不是很意外 可以欸這可以 我覺得這樣很好吃欸 就是豚骨湯 我覺得今天晚餐可以吃這個 是這個 就是Samuel 不行 我覺得 連酒湯屋的拉麵都比較好吃 對 你要不要跟酒湯屋道具 沒有沒有 酒湯屋很好吃 酒湯屋很好吃 好再買像第五個 好 第五個 第五個有點噁心 這個不行 這個好難喝喔 很噁的感覺 很噁 你可以喝看看它的口感 你覺得它是什麼味道 我只覺得像嘔吐 我只覺得像嘔吐 像嘔吐 這幾個都像嘔吐 那你覺得這五個 就是那種很便宜的玉米濃湯 水水的那一種 你有喝到濃湯的感覺嗎 沒有我覺得 那個瑋瑜罐頭就是很廉價的味 這五個妳覺得哪個最成功 這個 泡麵 泡麵這個最成功 超好吃 值得一試 推薦大家 沒錯 可能這個吧 在家做什麼防疫料理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第二個其實蠻好喝 可是沒有啤酒的味道 我覺得這還行啊 那哪個最失敗 這個啊 這超難吃的 就完全沒有 而且還有兔子 很麻煩 推薦荔枝加醬油 大家感受一下 那個不是很好吃 這兩個就是太恐怖了 我覺得這個啤酒有點 太牽強 還是 就是很一般 很normal你知道嗎 就是為什麼還要再加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還要多止一卷 你用熱水泡不就一樣的味道嗎 了解 好難 對前面哪一個呢 那個丸子 那個不是很想再討論嗎 對 好謝謝 好啦這是今天的都市傳說 A加B等於C的獨特口感的測試 不知道你覺得哪個最有趣呢 你可以在家裡試試看囉